《斗魄之无上之境》 第八百二十五集 听到萧炎的话语 众人也是不再提炼 缓缓地站起身来 总算是凑够路费了 萧炎微微一笑 众人也是颇为满意地点点头 离开了西宫 众人重新回到大道之上 雷狐跟在众人之后 化作一只可爱的小狐狸 显得并不起眼 直至走到了大道的尽头 萧炎让龙翼 把雷海中的虚空势种 给换了出来 扮上之后 才见虚空势种庞大的脑袋 从雷海中慢慢地伸出来 锯口一张 无味方舟 便是完好无损的 吐了出来 而此刻看着萧炎 发出低吼乌叶 似乎是在向萧炎撒娇 看来他把你当成了雷神主人了 雷狐看着这只庞然大雾 缓缓地说 虚空势种把脑袋 缓缓地伸了过来 萧炎见状也是微微一愣 然后用手轻轻拍了拍 虚空势种硕大的头 顿时虚空势种 发出开心的乌叶声 从他那庞大的身躯中 发出来的声音 简直震耳欲聋 众人也是一脸的无奈 雷狐前辈 你做好决定了吗 萧炎微微侧头 看向了雷狐 雷神在陨落之前 交代过让雷狐 任萧炎为主 但萧炎在雷狐的眼中 看到了他对这个地方的不舍 我若离去 雷灵殿的封印便会被破除 若无人守护 终会被沦为遗迹 若被人发现 接下来便会被洗劫一空 这是雷神主人留下的东西 我想要守护他 雷狐眼中露出犹豫之色 毕竟雷神在陨落时 亲口交代过 让他往后跟着萧炎 如果不跟着萧炎 又忤逆了雷神陨落之时的遗言 令得雷狐左右为难 雷狐前辈 我尊重你的选择 万辈有一句话要告诉你 雷神师父终究会转世 我想像雷神师父那样的人 即便是转世之后 都不会是泛泛之辈 雷灵殿没有了雷神师父存在 也就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了 雷狐前辈不如与我同行 以前辈对雷神师父的了解 或许在这三千界空中 还会有相遇的可能 萧炎缓缓地说 突破到了五星斗仙之后 哪怕是陨落之后 会有第二次重生的机会 甚至有机会 觉醒前世记忆 可大多数的重生者 多半都会半路夭折 一生要再度成长到高层次 需要太多太多造化 而运气在成长的过程中 也占据着不小的比重 因为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每次 从死亡的边缘爬回来 转生之后再度死去 那将会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或轮回 或成鬼 将不再有意识 不再有记忆和过去 会成为一个全新的魂魄 轮回成为一个新的生命 或兽或人 听到了萧炎的话语 雷狐的身躯微微一震 他抬起头 一双兽眸看着萧炎 而菱形的兽眸中 不再是冷血 反而是充满了希望和热血 似乎萧炎的这一段话 让迷航的雷狐 找到了灯塔 明晓了未来的道路 雷狐知道 想要再找到重盛的雷神 无非是大海捞针 谁也不知道雷神 会转世降生在哪个界空 三千世界无数生灵 谁也说不清楚 不过 仍旧是有希望的 因为雷狐见证了雷神的成长 青年时期 一直跟着雷神走到巅峰时期 以至于后来的低谷 他太了解雷神了 即便转生 一些习惯 永远都挥之不去 只要遇到 雷狐敢保证 只需一眼便是能认得出 得谢小主人的提醒 我雷狐 定会竭尽全力 护你周全 雷狐有些感动 因为萧炎的这段话里 自始至终 都是在为他考虑着 所以雷狐在这一刻 也真正的 视萧炎为主人 雷狐前辈 不用叫我主人 叫我萧炎便可 走吧 我们还赶着去万劫争霸赛呢 如今我们不知晓 现在所处位置在何处 早些触发比较好 萧炎也是笑着点点头 众人也全部上了无畏方舟 这一次 穿过雷海 则不需要虚空是戎的保护 因为这些雷霆 萧炎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 因此无畏方舟 没有受到半丝雷霆的威胁 安然无恙地 使出了雷海 虚空是种 则是屁颠屁颠地 跟在萧炎的身后 萧炎看着这个庞然大物 眼眸之中 不由地泛起一丝精芒 虚空生物的寿命 都非常的长 雷狐走后 雷灵殿便是空空如也 雷狐前辈 雷神老师 可有给这虚空事种 取过名字 萧炎转头问雷狐 雷狐愣了愣 不知萧炎要做什么 思索了片刻之后才说 好像的确有取过一个 叫 叫小东西吧 雷狐说完 众人一片惊异 这玩意儿 在雷神的眼中 是小东西 雷狐旋即之后才开口解释 在雷神旧虚空事种之时 他还只是幼年时期 未成行 所以才随便取了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 还真是有些随便呢 萧炎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 笑了 然后对着虚空事种 开口说 小东西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 这雷灵殿呢 就交由你来守护 你务必要守护好 一旦出了什么意外 我可不会原谅你 听到萧炎的安排 虚空事种 立刻开心地呜咽几声 仿佛那庞大的身躯中 住着一个小孩子 而他最尊敬的人 给他安排了一个重任 他觉得萧炎异常重视他 摆动着庞大的身体 表示一定会完成任务一般 还有点可爱 虚空事种停留在了雷海之中 然后目送着萧炎的无畏方舟 渐渐远去 发出振振不舍的乌业声 雷狐前辈 你说他真的会一直守在这里吗 萧炎看着虚空事种 其实他也是在保护虚空事种 有雷海的庇护 即便是五星斗仙都会畏惧 让他守在这里 也可以一定程度地 保护着雷灵殿 嘿的 主人对他有救命之恩 他也会拿命相报 小主人如此做 也是在护他周全嘛 雷狐自然明白萧炎的心思 萧炎也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因为虚空事种 是他一路走来的指引者 难免还是有些许感激之情的 希望雷灵殿 不要沦为他人随意他足的遗迹 萧炎看着渐渐远去的雷灵殿 慢慢转过身 拿出了星海图 要确定一下现在的位置才行 萧炎兄 我们此刻的位置 为何和进来之时不同了 众人并不知道 在他们修炼之时 发生过一场战斗 发出的声响 众人都是以为是萧炎在修炼 却不知萧炎独自一人 经历了一次与斗神强者的对抗 萧炎将经过 给大伙说了一遍 不过至于原因 萧炎并没有将紫尘虚灵塔说出来 虽然无畏站队的众人 都知道萧炎有一座神秘的塔 但萧炎很少用它 也渐渐地被众人抛之脑后了 四名斗神 众人一时间都是有些哑然 在他们的心目中 斗神简直是神奇一般的存在 只是听闻却从未见过 萧炎点了点头 包括和一名斗神交手 萧炎也谈及到了 众人更是不可思议地看着它 而花步雨和关东脸上的表情 可谓是精彩 真是有幸结识萧炎兄这样的朋友啊 萧炎兄的未来 当真是不可限量啊 花步雨也是不由地称赞萧炎 虽然它也能动用赤恒星的力量 在赤恒星以内拥有战斗神的力量 不过也要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 而这代价便是会让怨毒彻底将它占据 以萧炎兄如今的实力 参加万界争霸赛 也有一争之力了 关东也是不由地感慨 初见萧炎的时候 实力不过是一个一星斗仙的菜鸟 只是转眼之间便是以惊人的速度 突破到了二星斗仙 其时间差距不到百年 而关东从一星斗仙突破到二星 不仅动用了极朵的资源 也是足足闭关了数千年才得以突破 而萧炎这样的速度 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 这样的速度 即便是那中等界空的天骄 也是不急的吧 关东继续赞叹 中等界空的天骄也不简单 我曾参加万界争霸赛时 也曾见过 短短数百年的时间 从二星斗仙突破到四星斗仙之辈 毕竟是中等界空 底蕴不可小觑呀 花步鱼慢慢地说 他参加过万界争霸赛 所以也看见过数不胜数的天骄 而像萧炎这般的天骄并非少数 在万界争霸赛里 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我已经做好了 与这些天骄竞争的准备了 萧炎自然是知道 中等界空那般充裕的资源之下 只会出现更多的天骄 首先别人的出发点 便是高出了太多太多 萧炎将星海图缓缓打开 关东和花步鱼也是凑了过来 然后研究着星海图 确定一下现在 无畏方舟所在的方位 还好 这里距离赤恒星并不算远 若是以跌空的速度 半年便可抵达 花步鱼对东北这片虚无海 还是比较熟悉 很快便是认出了 无畏方舟所在的方位 虽然坐方舟半年便可抵达 其实际距离则是无法估算的 嗯 事不宜迟 出发吧 萧炎也是点点头 然后从纳戒中 拿出足够的先元气单 十亿的先元气单 使用无畏方舟最快的速度跌空 似乎心头也没有那么痛了 勉强还算得上是有钱人了吧 赤恒星 一片黄土地壳之下 是一个浩大壮观的城市 若是往常 此刻正好是正午时分 最为热闹之时 不过现在 整个城内鸦雀无声 气氛极度压抑 赤恒星的人们 眼中散发着恐惧之色 所有人目光所及之处 火光冲天 将地壳之下的这片城市 照得通亮 说 你们星竹在哪儿 我金氏一家的家竹在哪儿 而此刻 燃烧着熊熊烈焰的 正是花不雨的宫殿 在那之上 悬浮着数艘方舟 方舟之上 写着一个大大的金字 大殿之外 丁月以及珍妮靖 吴臣和千宁 模样狼狈不堪 显然是已经和金氏一家 展开了一场恶战 四星窦仙的沙武 也是被捆绳锁 再加上树道封印 暂时而动弹不得 当然 沙武若是拼命 自然是拦不住他 不过他生命没有受到威胁 自然是不会为了丁月拼命的 美人都是受了不轻的伤 所幸还好的是 丁月手中有明和科技 放出了两只二星窦仙的魔兽 才拖到至今 金无业 你家家主在哪儿 关赤恒星屁事 今日你敢杀我 我爹爹保证不会放过你们金氏一家的 丁月眼神阴冷地看着为首的一个名为金无野的男子 哼 别以为我不知道 那雷灵殿另外一把钥匙就是你们拿给白家的 白家归来之后便说 金震大哥被赤恒星的星主花布鱼给抓走了 我还不信 花布鱼再不出现 我便烧了这赤恒星 金无业狂傲地吼叫着 其额间青金暴露 实际上 白家回来之后 所言是金震和无痕剑生死未卜 多半已经陨落 没有了金震的金氏一家 甚至不用动手 很快便会被别的势力所吞并 而白家早已虎视眈眈 所以此行出来 金无业乃是金镇的弟弟 金氏一家的二当家 他将金氏一家全员带出 若是找不到金镇 他们也只有逃离千星城 另寻谋生之路了 你敢 丁月怒吓 金无业则是冷冷一笑 我大哥都生死未卜 我有什么不敢的 赤恒星的星主花布鱼不在 以你们几个的实力 莫不是还真想拦住我们 金无业身上气息散发而出 赫然也是一名三星斗仙 金无业身后站满了金甲护卫 气势上更是压倒性的 在赤恒星上 除了花布鱼达到斗仙层次之外 其他都是泛泛之辈 并没有出众的天才 所以在花布鱼离开之后 更是无人能守得住赤恒星 给我烧 全部都给我烧了 金无业一挥手大喝一声 身后金甲护卫齐声称事 接着便迅速飞出 拿出火把 顿时间整座城池火光四起 你 金无业 你莫要自作念 就算你大哥远落 你如此行事 也不会比你大哥下场好到哪儿去 丁月见到这一幕 气得牙关咯咯作响 却拿那金无业 毫无办法